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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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宅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ouglas is happy with him so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im there. How about stepping up to 1400 metres? I think he'll be good. I think the 12 now is a little bit sharp for him. He's a big strong horse. I think the 14 will just give him his chance to find his momentum and I think we've got a good draw so from the good draw we'll definitely give him a better chance. So you rode him in a barrier trial last week at Happy Valley where you're up on the pace. Could he be closer than what he's been in his previous races? Yeah. At Happy Valley we had the blinkers on him. He was drawn a little bit out. So he's definitely much more sharper with the blinkers on. but he doesn't have them on race day. So it was just something we wanted to try on him. I don't think he'll be leading the race but definitely will be closer in the 1400. All right. 这只第二其实表现是相当出色的 看回这只马 由上季开始跑前草千射米八次 就没脱过前四名 今次还要执着一个好档 跑法上进可攻退可守 博远固之前想得过 但是三四重踩一只 扎蛋这只开心好玩都想得过 季美除了挑有绑甲的马 除了挑有体力感 而且养好的马 有好日子试一试它 因为都是严重伤害马来的 八姓龙 场场精彩 活力之城 顺给你参考 你只看开篇的有好日子 兜出来的那只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它本身有点耐闪 要骑士慢慢修正它又要比下去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22.03 一个活断很快的时间 对着什么马 标之智能 头马那只标之智能 它是跑第二名的 但是它压倒第四名那只 就是明晋之星 明晋之星 光箭在谷草落月的赛事 即是赢得脱地回来 都可以说对手很厉害 逆球很强 而近期大家又看回这只马 那个操练功夫 它有五个快跳功夫 而一只这么严重的伤害马 可以操得回 确实难得 那看看这只马 可否维持到健康这么好的状况 美丽满分 今次拍二班赛 又不用被那么重磅 看上一场蔡明笑跑 当天就记得配件转一转 加耳塞 除了眼罩 结果早段就不是放 因为那只精简最好很快 它一直跟 入直楼就在里面 简里面上 不过拍几篇之后 后来就终点前 那只边就跌了 其实那只马 其实我觉得蔡永恒在教马 开始不一定要放 慢慢留住 试试效果 当时还是比较重磅的 结果回到来 第六都是输过来马位 配搭仗有点不同 今次美丽满分 何侄耀跑 反而蔡明笑又跑 白胜龙 两个骑士交换 但今次的美丽满分 虽然绑减了 排档好 但放不放得出 都很视乎大摩那三只 因为那三只用完滑仗 也有速度的马来的 如果你说 正如我自己去猜度 蔡永恒开始 教这些马 慢慢试试 跟下马跑 如果不断的话 今次大摩几只 应该是比较快的话 应该会守到好位 始终在二班赛 其实之前这个路程 输给金枪60 已经是确认二班是够跑的 所以背着手袋 有些分头 不妨拖起来 我都预期 今次会有些捕捉 因为有只新力波在 加上春花七月一对 外挡马一定会走的 所以今次场场精彩 应该有遮挡跑 不像上次那样 外面就有百姓龙 这场错试当时就跑千二 我们都是看着那些对手 前面名进之声 后来刚才沙拉说了 谷操人都脱落的 后面标之智能 一起冲上来位小宝 你拿着这一堆对手 其实都很高级数 当场错试就是圆了条篮 有者当你看到小岳的头 他未是很纯熟的马来的 但是这样都能够 顶得到回来跑到第三 其实证明这只马 是有质素在手的 上场就跑一班 还要增呈上去千四 什么还要轻磅 以为有好处 但是怎么知道走下走去放头 其实就跑错了 但是今次你换回来二班 又不重要 不需要抵上去 一百二十三磅 有莫雷拉 撿到个八档 刚才阿佳说了 大摩三只会放 我自己刚才开心好玩 都是咬前面走的 甚至超能力 都可能摆到前面的位置 应该有捕捉的 今次不用自己摆前面走 有遮挡冲 可惜他又有另一番演出 尤其是刚才说了 时时精彩潘顿 美场有长长精彩的配合 高冬利也有一手码 所以这只不能扭捉他 长长都要精彩 搞完这一选 十一场研究员 看第精选 搞完两场 我们先看四重彩精选 其实是美场第十一场 二三一队有好日子 开心好玩 伤胆 配具是五六八十四 今天胆色精选 三地头关第五场 十六个保诚致胜 做胆 配具是一群巡航导弹 四条疾风竞出为五号 大胆胎中二宝 练营三住就行了 直接打一杯 高冬利马房 近七届赢了六次 今届又时时精彩 又添满意都很饿 必须要关注这一场的大赛 星期的赛事 跑十一场 头场将会在十二点半中开始 我们下期节目再次研究 拜拜